继续来关心最近广州攀渔区大学城 爆发了大规模的诺罗病毒感染 根据微博消息到上周三为止 诺罗病毒已经使615位学生腹泻 有流行爆发的趋势 广州疾控中心24号也证实这起事件 不过他们宣称只有200多人受到感染 我们的独家报道 华南师范大学一位大三学生告诉记者 去年年底就听说诺罗病毒已经开始传播 刚开始的时候是听说中山大学那边 中大那边吧可能就有了 可能是那些什么生的那些海鲜之类的一些 可能就有感染的 就那个时候就已经有在说这个问题了 但是当时影响就没那么大 那段时间我们都没怎么出去吃饭 另一位华南师范大学大三的马同学 也表示有听说此事 但对感染人数具体情况不是很清楚 听说应该是300多人吧 从那边广东啊广大华工那边吧 属于大学生南边的那些学校吧 目前应该有自己所大学吧 华生目前当然还没听说有吧 没有知道的 就是从华生那很严重之类的 刘信呂同学表示 由于大学城的学生比较多 当局怕造成恐慌 很有可能隐瞒情况 他不报道的话 到时候除了更大的问题的话 我们也就可能就比较难预防了 我们就是在大学城里面嘛 然后到时候如果真的像沙斯那样的来得那么猛的话 我们在里面的人确实挺可怕的 到时候可能就出不去了 传染病专家指出 诺罗病毒传染性极强 可以导致急性病毒性肠胃炎 每年11月至隔年3月 是诺罗病毒爆发的高峰期 患者会出现严重呕吐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 易如蓝竹采访报导 未经许会应对啊 有什么队友 能够视台记者